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老茶客会在一起聊天 这种过去的风格 现在这种茶馆越来越少 所以观一个茶馆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那么我们认为到这里来拍摄的话 更能反映过去的传统的文化 过去的茶馆生活 过去的这种在茶馆中间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就来观一个老茶铺 其实我在来之前 也已经听说过观一个老茶馆 而且网上有好多照片 我觉得非常有历史感 它的氛围也非常像过去 对于我在历史资料中所看到的那种老茶铺的那种格局 那种生活方式 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2014年来拍了大量的照片 后来第二次来就是四年以后了 那是将近五年了 2019年 但2019年以后我又陆树续续来了好多次 因为这个老茶馆对我来说 是研究茶馆 研究日常生活 而且研究地方的历史 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现场 因为我们现在研究历史 不仅仅是要从文件中间去发现资料 而且还应该来到历史的现场 进行实地的考察 所以这个观英国老茶铺 是我非常重视的地方 我也做过很多调查 老板还有中间的茶客 也进行过采访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 其实我很快会出一本 这个茶馆的考察笔记 中间有好多都写到 观英国老茶馆 记得2014年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观英国老茶馆 已经受到关注 有很多人来拍照 但是周边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热了 我觉得现在一坨这个观英国老茶铺 现在越来越有名 其实全国过地的人都来到这里 而且周围的餐饮业 还有老建筑的修建 还有好多老住宅的更新 好多街区 其实去年来的时候 我围着这个盆镇 其实转了一圈 就看到好多好的院落 这种老街老院落 小街小巷 其实这么集中的 已经不大好早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财富 不管是对旅游业来说 还是开发文化 历史对我们了解过去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历史的遗迹 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保护 保护好 现在双流和盆镇有这样一个老茶馆 一定要珍惜它 是非常珍贵的